新聞一開始我們來關心 康慎議長館中日式合理的康慎議會 裡面有表示說 退休的軍公告 優惠的這個日順十八%這個改劫 希望要來往這個檢國 拜託好人也要來照顧 獲勢方向要來做 現在來出退休制度改劫的三大順序 第一項就要來優先推動九零座 今天專輸部也有康慎議 也有激昌日金改劫的作單位 日金改劫方案 現在一個月三十個公佈 柯慎議十五個馬鈺專輸部長張哲成 斷了部會向柯慎議員報告 日金改劫方向 解釋日金改劫的內容 尤其是退休軍公告 十八派的改劫 竟加速人關心 我們不會提到什麼十八% 我們只是改革的方向 那十八%部分實際上 我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我們對十八八部分 我們會左右通判監討 好 謝謝 是一個優先的順序 我們要做一個檢討 柯慎議員官長二十四合的柯慎議員 表示希望十八%的改劫 一 上有電風 下有第二半的方向 構成白富貫照顧抑制 也就是未來 收集比較多的人十八%就減少 收集比較少的人就減少 還是不要減 官長也列出 退休制度改劫 第二是要推動 如果退休 由百五十多元做九零座 第二是條件 退休金結婦的計算基準 第三是風紀公務林原專金 有賣年主的問題 立委也贊同年金結婚一定要做 最好是一次就改好 馬總統竟敢應該清新出來解釋 能夠一次到位 這種改革當然痛就痛一次 你這樣慢慢痛慢慢割 那個真的是一個零詞 那對公務人員坦白說不公平 政府的溝通當然一定要去做 必要是我都希望總統 親自上火線上媒體 花個半小時一個小時 把很多問題講得清清楚楚 柯慎議員官長已經改革制度 目前要不定案 已經改革收集調劑基金 行政委委員長將以化 以後也會先跟國民黨理官議黨團 跟立委的交通 希望在年金結婚 30號說不定後 立即先出到 更多國民黨理委的運動 以下小路歡迎 台北報道